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已知小明的質量是m 然後重力交度是g 若小明坐電梯往緩一樓跟十樓之間 問小明 則小明在電梯內的體重何時比較重 小明在電梯裡面的體重的話 你就把它想成說 這個電梯裡面有個磅秤 那有個磅秤呢 秤這個小明的重量 這個小明的重量會反映在什麼呢 反映這個磅秤給小明的推力 就是所謂的正向力 所以我們現在要算他的推力 他什麼時候推力會比較大 我們看 這個小明他現在瘦了幾個例子 瘦了正向力 還有這個重量 還有這個重量 正向力往上 重量往下 減掉mg 會等到 會等於ma a的話呢 是小明的加速度 好 那a的話 就是那個正向力的四重 就等於mg 加上ma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他的交度往上的時候 交度往上的話 小明的四重 才會增加 你交度往下的話 這個如果是負的話 他的四重就會減少 好那我們看看呢 什麼時候 他的交度會往上 就是你一開始 從一樓 要開始 往上加速 從一樓要往上爬 往上加速的時候 這個時候交度是往上 一樓要往上 一樓要往上的時候 還有什麼呢 還有你如果是往下的話 在一樓這邊的話 他會減速 他速度是往這邊 但是他減速 所以他交度也是往上 所以有兩種情況 他的四重會變大 就是說你從一樓啟動 或是說 你要在一樓呢 要停止 要煞車停止 這兩種狀況的話 都會使 電梯的交度往上 這個時候 小米的四重都會增加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他說 A選項 A選項他說 由一樓剛啟動加速上升 這個對 這個時候交度 他會往上 是正的 那B 往上在五樓 電梯等數 電梯等數 交度等於零 所以四重的話 跟十重是一樣 所以B是錯的 上開C選項 往上呢 快到十樓 快到十樓的時候的話 他速度往上 但他減速 減速的話代表 他交度也是往下 交度往下 這是負的 所以他四重會變輕 不會變重 上開D E選項 E選項 他說 往下 在一樓附近的話 他電梯 減速下降 他速度往下 減速 所以他交度是往上 所以他四重會變重 E是對的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A跟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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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